锁在他第一警戒区的门 事实上是永远是一个平衡状态 你知道吗 那就看哪一个想要先 哪一个先破坏平衡 譬如说 他虽然说他做准的标准动作 可是呢 他没有扶好 他没有扶好不是他没有扶好位置 他是没有扶好我的力 所以他在做的动作是 把我的力量往内隔 对我来讲 横面的第一警戒区第二警戒区 正面的话来讲 以前我比较有在讲 以正就应该有听我在念 我通常都跟你讲 中线中指对着你间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的身材不一样 以我来讲 现在是以我的身材来讲 我左右的警戒线是这一条中线 为什么不直接讲中线 是因为我加了手 未必你们的中线就一定是中子 大部分应该是 所以当力量是 我觉得力量是有一点点要压进来的时候 就是往外拼的时候 你懂吗 所以你讲的很 你这个问题可以很简单的讲 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做 你讲的也对 老师 因为人家做阵掌我才摊得到 那你要背后的意思是说 人家做阵掌打你 表示他想要突破你的第一警戒区的封锁线 到打进来 所以你在这边你才防得到 所以不管是阵掌 难道人家做直权 你就不整啊 你懂懂 所谓看武术的外形 是指你这个问题的角度就是 老师我知道他打阵掌 那他打阵掌 你才整得到 他打直权你不管 还是他打阵掌 阵掌就不管 不是的 反正 这个 他这个 这个盘守的目的就很简单 我黏在这两个点的目的 我一直跟你讲 你不要破坏这个 你不要破坏 为什么 因为你破坏 你不自己找吗 对 因为你自己的警戒区没有守好 所以你黏住的时候 是两个人的警戒区 在那里互相的 摸索 摸索 固然我跟你们讲 好 譬如说 你们刚刚练这个动作 有没有 OK 为什么他动得了 说真的 因为这个动作 毕竟没有封锁到 从这边穿 你看 有没有破坏到他的警戒区 其实没有 真的 你要让他有威胁感的时候 就通通的 通通的 到他第二个警戒区去 接近这个地方 要往前摆布 但是你要注意 你说的没有错 我是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 我的确我在过手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 本来这个点 可是你会发现 老师怎么有的时候 你会变这样子 偷 对他的感觉来讲 他的警戒区 这个线还是有我的手 但是你做这个动作要注意 我刚刚跟你讲 你抬起来 你的手除非够沉 我就不会被抬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手僵硬 跌成一挺往上抬 就会有一点点被牵动 他如果没有感觉到 就慢慢慢慢骗他滚进去 有没有 事实上我已经看 我刚刚有一点点偏了 再切 再切 来不及了 但是正确来讲 黏在这里 除了外形上 事实上他的意义就是 我们两个彼此都在 第一个警戒区上 锁好我们 练好我们的门户 对 你懂吗 所以 很明显的 为什么这样不对 因为你在拉人家去 去你的第二警戒区 所以人家干嘛跟你客气 你握拳 不客气干嘛 你自己要给人家